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718年全英赛冠军的小戴以未免者之之面对到中国陈宇飞的挑战 在小戴未能把失误压低的情况下输了第一局 第二局两人速度赞成平手 胶着的战况到了17比17平手时 最后在陈宇飞打出一波4比0的攻势拿下冠军 这也是陈宇飞这三年以来第一次赢了戴自营 两人先前11次的胶手都有戴自营拿下胜利 看到陈宇飞夺冠后兴奋的倒地 可见这场胜利对陈宇飞来说是额外的重要 也算是终于突破了自己的心魔 紧接着来到4月份超级750的马来西亚羽球公开赛 女单决赛上演台日大战 同样1718年都拿下冠军的戴自营 以未免者身份对上日本的三口欠 这次小戴在开局时就先拿到比赛的掌控权 一开始就以6比1的比数握住了比赛的节奏 都变得攻势换短的切换 以21比16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则是在中段 两人一度战到19比19平手的僵局 最终在小戴的一记停顿凤网 让三口欠失去重心回击挂网 戴自营成功未免冠军 也写下大马公开赛女单 这13年来唯一夺得三连霸的选手记录 接续进入到了三口欠的季节 夏季7月份的超级1000的印尼公开赛 决战兑现日本的三口欠 对上印度的巨人心度 三口欠满档全开的位移能力 完全弥补了两人最猛的身高差距 守备的全面性加上积极主动的强烈攻势 第一局后段连拿8分 以21比15掌控局势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延续气势 开局就打出一波4比1的高潮 一连串的疯狂攻势 打得新度不要不要的 最终以21比16收下了印尼公开赛冠军 同月月底超级750的日本公开赛 三口欠夹带着上一场冠军的气势 对上同为日本的奥远希望 赛前三口欠表示 希望比赛不要变成持久战 否则应该会是奥远更可能获胜 如三口欠所言 在比赛一开始三口欠就把时速吹到120 在比赛中后段时拉开比分掌控赛局 以21比13收下第一局 第二局性质相似的两人缠斗到15比16 最终三口欠守住了最后节奏 21比15拿下了日本公开赛冠军 也让三口欠的世界排名 开升到了世界第一 但就在大家一致看好这位新任球后时 没人料想得到 接下来的赛事三口欠开始陷入腰伤的困境 再来是每年8月众所瞩目的世界宇球锦标赛 以往一直被双自首赢员的新度 这次展现了完全的载质力 让市井赛的焦点都围绕在这位印度巨人身上 除了对上戴姿营继战三局以外 其他对战皆已直落二胜出 更在决赛对上奥远希望时 搅出了连两局21比7 碾压式的成绩拿下冠军 洗刷掉受影员的封号 同时也成为印度首位 在市井赛上夺得金牌的选手 9月来到今年最后一场超级1000赛事的 中国宇球公开赛 决战对线西班牙的马林 对上台湾的戴姿营 两人大战三局比数都要得很紧 在决胜局的最后 有马林以21比18夺得冠军 这次马林的夺冠 让外界不断猜测 西班牙是不是专场人造人 1月份才遭受到前14人带断裂的马林 外界纷纷猜测 马林的职业生涯会不会已经到了尽头 但半年期间 神速的恢复状况 还能闯进超级1000决赛 并且为西班牙拿下冠军的结果 也让外界看到马林顽强的心理素质 与团队身心各方面强大的照护能力 10月份前往欧洲超级750的丹麦公开赛 戴姿营与卫冕组的身份 对上日本的奥远希望 这次小戴的整体状态极佳 侵略性的进攻与刁砖的穷入 加上小戴进入能够压制失误数的状态时 整体强度将会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 最终小戴仅花47分钟 便以植若二的结束拿下冠军 登上卫冕者宝座 奥远赛后采访石坦岩 这次的冠军也是小戴生涯 第20座超级赛冠军 追凭中国女将王一涵 并居史上最多 紧接着同为10月超级750的法国公开赛 也是话题不断 紧密的背靠背让不少选手大喊吃不消 韩国年仅17岁的后期之秀安喜莹 则一路闯进决赛 对上西班牙的人造人马林 安喜莹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表现 不仅防守的范围大 速度与力量都在水准之上 两人在决胜局时 更是产生戏剧性的结果 安喜莹开局打出一波12比0的攻势 打得马林整个崩溃缝气比赛 最终以让人不忍直视的比数结束比赛 安喜也成为史上最年轻 超级750冠军得主 11月赛事转移回亚洲地区 最后一场超级750的福州公开赛 决赛对决为力主队的卫冕者陈宇飞 对上日本的奥元希望 今年一贯未得的奥元希望 已经是第六次打进决赛了 两人你来我往各自拿下一局 在决胜局时 陈宇飞一度因左脚出现水炮伤势 申请商品治疗 重温赛场后 便随即打出了一波11比3的攻势 更出现领先高达7分的差距 最后决胜点也在陈宇飞的杀球划下句点 成功未免将冠军留在中国 陈宇飞今年的夺冠数 已经来到了第六冠 转眼一年就要过了12月份 众所瞩目的年终赛 决赛对决由中国的陈宇飞 对上台湾的戴子影 首局戴子影展现球二气势 仅仅15分钟就以21比12拿下一局 次局陈宇飞找回节奏 以21比12将局数扳回 决胜局两人占到20比17 最终在小代回球出界结束了比赛 今年拿下八座冠军的陈宇飞 也将首次登上世界球后的位置 为今年充满戏剧性的女单巡回 画下句点 以上就是这次整理出来 今年度超级750超级1000 世锦赛与年终赛的女单冠军 明年新的开始 选手们将都会更加聚焦在奥运赛事的准备 代表自己的国家 征战这个世界级别的体育殿堂 最后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有你的订阅跟like 我们才会知道 这类型羽球赛事的影片 可不可以继续做下去 就这样咯 拜拜 记得打开小铃铛哦